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已经进入了星期四,7月23号,那东方就进入了下午。 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真一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时候,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立存心,存意去爱我们的上帝, 而且我们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维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祂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好,我们到父那里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上帝就赤裸裸在在主面前。 就是说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一切神都知道,不一定有些人还有很多不好的。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会被提的,当然不会说有那些不好的报道给整个天堂知道。 我相信说我们都有奖赏,奖赏回家。 接下来,今天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前天二十一号星期二看到的意象。 那昨天是星期三嘛,现在刚刚进入星期四,星期三的就要到明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几个意象,已经十几个意象,明天的。 好,大家继续努力。那我现在就不读李明治良,今天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briefing,圣经书就是进入了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这本书其实是蛮长的,但是里头有很重要的秘密。 其实这位牧师还是传到他分享关于希伯来这本书里头。 其实我感觉到他还有很多东西他不了解的,所以他没有讲得很深奥。 其实有很多很多奥秘在里头。 因为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跟那时候就叫我进入希伯来书。 其实我那天看到主耶稣是在读希伯来书,但是之前圣灵有叫我读希伯来书。 里头就因为去圣经读希伯来书,有很多奇迹在里头,而且看到神的奥秘。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我们只有不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不忙很有时间的话,可以进入希伯来书。 当时一定要祷告了,才让圣灵来引导教导大家里头的秘密。 很深奥很深奥,所以连这位闯道牧师都不能够讲到他的奥秘,都好像他不是很了解这样。 但是不要紧,我们就拿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头讲到信心。 那我现在读下去,就是论信心。 第一节,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有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一回去天国这件事情。 要知道一定要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 因为上级讲过的话,一定会实现的。 而且莉莉为什么要跟大家讲片话? 没有可能的,莉莉也没有可能为她还存下来,和弟兄姐妹们,和亲戚朋友们。 不止这样,我自己的孩子们、丈夫、孙子们不可能的。 而最糟糕的是害了自己。 为怎样?如果是讲片话,还是什么? 害到最气惨的就是我自己本身了。 因为地狱在本座,如果我是在讲片话。 所以大家其实大家都会相信,因为没有可能一个人能够变十个意象每一天,画出来给大家。 而且我的生活又不是很有空的,是很忙的。 有很多方面不方便,但是还是能够画出来,还是能够继续。 所以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很聪明。 所以聪明的人就会知道说,这是不可能人的能力来的,是一定从神而来的。 好,第二节,讲到古人因为有这种的信心,而得到了赞许。 赞许就是赞同许者,就是相信他,对神有信心有盼望。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定了,确定的发生,一定会发生。 那第三节,我们凭着信心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 所以看得见的,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东西,是从那看不见的东西,是从那看不见的上帝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是从那看不到的上帝造出来的。 好,第四节,亚伯,亚伯就是在旧约里头,创世纪里头的那个Abel,就是阿登跟夏娃的两个孩子。 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后来他又生了其他孩子们,子女们。 第四,亚伯呢,他凭着信心向上帝献祭,献最好的给上帝。 但是他的brother,应该是他的弟弟吧,就献上的比亚伯,应该是弟弟,献上的更美。 蒙了上帝的悦纳。 所以上帝很绝,亚伯献上的,就称亚伯为义人。 亚伯就是Abel,称他为义人。 因为亚伯献上什么最好的,最好的,在当中很多,他是牧羊,选最好的献上给主。 但是这个该隐呢,他就拿了一部分,他是做农的,争钱的这些。 他就拿了一部分,而且没有感谢的心,也没有说我要选最好的给上帝。 所以呢,他就最后把他的哥哥,如果没错是哥哥,杀死了。 那虽然这个亚伯,他虽然死了,但仍然借着信心说话。 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说我们献上最好的,其实我们要献上最好的,像亚伯一样。 第五节就讲到以诺,以诺是Noah,以诺是Enot,对不起,我的华语不是那么好。 因为相信,相信上帝,跟从上帝365年,我们一年有365天,他是365年,跟从,紧紧的跟随着上帝,然后被借到天上去。 他是第一个连身体上去的,没有经历死完的。 那世人找不到他的尸体,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被身上借到天上了。 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借走了,其实他在被借之前,已经得到了肯定,他是一个蒙上帝喜悦的人。 第六节,没有信心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识一切寻求他的人。 好像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赏识看到的一项,就是神相信上帝会赏识一切寻求他的人。 谁是寻求他的人呢?就是那些爱上帝的,每天寻求着他,上帝啊,我要追着你,我要看到你,我要牵着你的手,我要你来牵着我的手。 我要跟你有一个交通,我要做你的子女,远远地做你的子女,我要爱上帝,远远地爱上帝,我要以耶稣到永恒。 这种的,而且不当是听到,不当是心情的听到,不当是每一天读圣经而已,而且又有行到,在动作方面都有行出来的这种的基督徒。 OK,才算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得到上帝喜悦的人。 OK,第七节,罗亚,罗亚因为有信心呢,在上帝提示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之后呢,他就怀着敬畏的心,建造了这个房东,来拯救存家人,对不对? 他就说信心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所以因为他的信心,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所以其他人不相信就定了罪,而且因为他这个罗亚,他相信上帝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他承受了,因为相信而来的义,所以上帝也称他为义,义就是righteousness。 好,那我们讲到阿波拉罕,大家都知道,上阿波拉罕称为义是因为他的信心也是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大于这三件礼物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讲到这边,其实我今天还没有到明天再分享,就是昨天应该是早上看到一项,讲说二十个人,二十个人不得了,什么二十个人不得了? 好像是讲到我们当中有二十个人,真的得到很高的奖赏。 ok,好,那明天再分享。 第八那边,阿波拉罕因为有信心,听到上帝的呼召,后呢,并遵命前往他将要承受为常业的地方。 其实阿波拉罕他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们,父母们一起,重复都在一起。 但是突然间神招呼了他,要离开他的父母,前往到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也不知道上帝要他去哪里。 他只是遵命的跟随着上帝,圣地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啊,就像我们这样,让上帝说你走到这边,我们就走到这边,走那边,我们就走那边。 就是遵命的前往,因为神要赏赐给我们常业的地方,要我们承受为常业的地方。 其实我们呢,每一天我没有教导大家一定要想着那个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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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们一定要想着上帝,上帝,上帝,我要爱你,我要好好的爱你,我要牵着你的手,一定要做个一个正当的人,做个正义的人。 所以这是,我怎样讲,因为我自己本身知道,也是上帝的教导说,我们要称为义的话,一定要来爱到上帝面前,好好的珍惜他,好好的爱他。 不要一直想到上帝有多少的常业给我们,因为我们做上帝,就算父母的子女,好像我自己有自己的父母亲,对不对? 还有我先生有他的父母亲,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父母亲要给我们什么常业,OK? 其实我们的父母亲也是没有钱的,OK? 虽然我先生,我的又怎样,家翁家婆有一点点,OK? 那我们相信我们也不是他们的最爱,所以也没有去想他,所以我们只一天归一天跟随着上帝走到今天。 所以感谢赵美主,好,讲到这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不知道去哪里,他继续的靠着上帝,继续的向前走,然后他出发的时候,其实这边讲到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是真实的。 那第九呢,他凭着信心像异乡人,就是外地的人一样,寄居在上帝,允许给他的地方。 那他住在帐篷里面,而且他的后裔,他的以撒的儿子,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们都跟他一样的住在帐篷里面,没有固定的屋子。 住在帐篷里面,过着一个受一个允许,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儿子以撒,对不对? 然后以撒又有雅各这些,都是上帝允许的子孙,所以就是跟他一起住在帐篷里面,第十节。 因为亚伯拉罕盼望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有上帝设计的建造的。 因为亚伯拉罕所讲的不是在世间的东西,不是在世间的城市啊,这些物质啊,这些不是。 他就是这样过着简单的生活,连他的子孙都一样。 因为他等候着上帝,创造给他的后裔,给他的他自己本身的,是一个固定的墙,是一个很坚固的墙,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 所以,其实后面也有讲到亚伯拉罕,其实我就读到这边关于亚伯拉罕。 因为他是等候着上帝为他们准备,第十六节。 然而这些人就是他的后裔在雅各这些,他和睦的是上帝更美的家乡。 所以呢,上帝不已被他们称为上帝为此啊,因为他已经把为他们准备了一座城。 就是上帝准备了这个新的耶路撒的给他的子民们,给他的子孙,就是阿巴拉罕的子孙。 我们都是阿巴拉罕的子孙,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天上的星星呢? 因为上帝引寫阿巴拉罕说,你的后裔会上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会将海峡上的沙那么多。 所以大家非常有福分。 那讲到星星,常常看到星星,对不对? 连Catherine也有看到星星。 然后讲到尼撒,我自己本身在2007年的时候,在阿巴拉罕的时候,有一天就看到异象。 当我在读经还是祷告,应该是读经的时候。 看到主耶稣在海滩上走路,走路走走走,那是黑白的画面。 也不像现在常常都有颜色的,可以讲大多数都有,最多是黑白。 那他就是黑白那时候,他就在海上上走。 走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注意到有一粒沙,泥沙,发亮会射光射上去,这样很亮的射上去。 然后他就把它拿,那里泥沙,那里沙,就放在他的手里。 他是用他的右手,那个射上,放在他的左手。 然后看了就笑笑的。 最后他又放下来。 OK,那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那里沙就是代表莉莉。 代表莉莉,三地把它拿起来,很欣赏他。 然后就放下来。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回到的时候,就带着这里射上回家了。 还有其他,很多发亮的射上,就像大家一样。 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耶稣的手。 OK,等下我会接下去,阿们。 刚才忘记弟弟,谢谢弟弟华强先来的李明之良。 也谢谢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 我们也谢谢大家在场的,继续为这一道群人祷告,为世界祷告,好不好? 好,感谢赵梅族。 那第一,那边大家看这个,星期三,7月22号,画下来的一三七四, 这个是21号就看到了。 好,第一,那边就看到,就是21号凌晨4点15分,一条红线, 然后写着,是,是,是后的是,是后的是。 然后,那条红线的后面写着回家。 那是呢,就是事后,事后就是什么? 就是等后,就是等后,这条红线在走啊,我们在等后回家。 好,我们现在在这条红线上了,等着回家。 好,接下来呢,就看到,就好像我画这样。 然后,看着上帝的手,就从东方的方向,这样画下来。 下来哦,下来,这个下来的方向,画到西方的方向。 就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从东到西,好不好? 从东到西,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 然后呢,在哪里?不要紧。 接下来,就是第二那边,就看到走。 走,什么走呢? 就是go,go,就是要飞啦,就是飞啦,回家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解释的事。 解释的事,然后丸子,什么是解释? 就是释放的事,释放丸子。 我们释放我们的丸子,就是主耶稣。 我们释放的丸子。 OK,就是princess,很多prince。 那这边可以从,我就拿着诗篇45,45篇第15节到16节。 就讲到,我没有准备这个华语的,就是说,上帝的子民被带进去喜乐与荒乐。 然后他们进去皇帝的,到堡垒,皇帝的皇宫。 OK,然后,he will make them,那这位王呢,就使他这些子民们成为这些王子,成姐王子,来管理整个,整个国家。 好,那当然,就是说,大家继续努力,就好像后来,后来就是刚23,要明天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看到20个人。 OK,不得了,就是说得到很高的,先头什么,就是很高的奖赏,20个而已。 其实我是希望多过20个了,但是20个给上帝说不得了,就是说很好了。 那上帝说很好,我们也要相信是很好了,对不对? OK,因为真的很难,我们经过一光又一光,就是有时候就算有信心,而且信心不足啊。 好像我发现到我的家人信心不足啊。 我在今天,我就跟我先生讲,就像一位祭司,先知,祭司叫Ely,Ely,Ely,Ely。 他呢,他就祭司做了,这么从宁静做到老,而且呢,当中呢,他的儿子也就祭司,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糟糕,变成贪污的,最后被杀死掉了。 所以讲到,就好像大卫王这样,大家那一天之前有分享,大卫王呢,大卫王也是非常爱上帝的。 但是结果他的姊妹就是遭殃的。 所以我在想到我的家人,信心也不是说很大到哪里。 因为大概,我也不知道怎样讲他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爱主,多多有信心,当时多多,多多一点努力。 当时,当时,有很多当时。 第一,语言方面,我的先生,我的子女,他们的华语不好,然后不会读华语。 是因为之前呢,有要给他们读华语。 但是因为我们经过很困难的日子,我先生开始有病了,就回去家伯。 家伯的时候,因为在那边遇到很多苦难,ok? 然后呢,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学校,没有读华语的学校。 所以,这我每一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讲华语的。 有些华语是这些target,他们是非常难的。 所以,他们,就好像我先生听的时候,他也不是一百八千会了解。 所以,求主原谅。 而且我的子女,有看一点点,一点点而已。 当时,他们很有,我相信他们有爱主的心,真的有爱主的心。 当时,讲到信心了,讲到这一次背题,真的来了。 我好像我的儿子好过我的女儿,因为我女儿一直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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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好像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下个星期真的会发生嘛。 所以,当时,我可以确定说,这一次没有。 我跟女儿讲,我一定相信下个星期一定发生了,ok? 没有相信,没有发生,我就搬出去了。 我不要这样继续下去,当时不可能了。 就算是没有发生,我还是要继续,ok?向前走,对不对? 当时,我们相信下个星期真的回家了, 一定要拼着心情,好不好? 就是还没有看到,就相信。 好,就算,ok?也不要想太多。 第三,那边,就看到我的小神子Joseph, 他就跑过来,他的手拿着这个,你看Duster吗? Duster是清楚灰尘的,好像有羽毛的东西。 你把那个灰尘把它弄掉,弄掉等上,你就Hover你的东西啊。 就是Vacuum Hover这样。 他叫那个Duster,还有一盒的,一盒的,一盒的什么?Tissue, Tissue叫什么? 插面筋,插面筋是纸的。 他为什么会,但是这两样东西呢? 一就是清除的,清洗的,清洗的。 另外一个Tissue是流眼类的,你要用到这个。 一般,其实我的孙子现在真的很喜欢,很干净,非常干净。 地上的一点点滴滴,他要都要撕起来。 他脚底一点点东西,他都会拿起来的。 真的,这个小孙子。 然后呢,他也喜欢做清洁。 OK?清洁。 所以他真的,Tissue也是很喜欢的。 所以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他现在真的很喜欢这两样东西。 然后呢,看着他拿走过来,然后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下面, 站在架子的最底端。 然后这个Tissue呢,里面好像没有Tissue了。 因为也没有Tissue了,因为有眼泪也流亡了,流肛了。 好像我这样,我真的不想再有点流眼泪,真的太伤我的眼睛了。 OK,所以清洁也做完了,圣灵也做完了。 他是代表圣灵可以讲,是代表圣灵, 也是代表我们日常,每天的这些日子。 然后为什么用Jose呢? Jose是我们一家里面最小的, 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切都完成了。 好,他就放到最底端。 那是价值的最底端,就是不需要了,不需要的意思。 好,接下来是一个网, 我忘记他的颜色,所以没有彩颜色。 然后呢,里面有一点水,好像是蓝色,一点水。 然后水的上面,中间那边上面有一点青色的东西在那边。 就是说,剩下一点点水了。 OK,然后呢,水就是活水。 我们每一天听得到,神帝上帝给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水,就是活水。 然后呢,上面有一点青色的东西,就是说要回家了,要走了。 好,接下来是西伯来书。 今天也知道了,西伯来书,对不对? 所以就有一个字C, 所以每一件事情上帝已经安排好的。 我只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你说莉莉啊,真的你会听到呢? 如果今天莉莉真的不能够听到,不能够感觉到,不能够收到上帝的信息,哪里能够画出这么多的话? 意象出来。 所以呢,虽然我没有,有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常常有听到声音, 但是每一天,每一天,不是说每一天都有听到声音, 但是就知道上帝的带领,因为心里有平安,而且不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 上帝已经给我聪明智慧了,走过每一天,每一天做他的事工, 这是上帝给的聪明智慧,所以就跟着他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走, 而且是要配合圣经里头的。 好像今天是大家要看这个西伯来书,对不对? 你说看这个西伯来书是好还是坏?当然是好的啦! 我没有叫大家不要看,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去看,去了解西伯来书。 那你说莉莉啊,那刚才你不是讲到里面,讲到不够深奥, 这是真的,因为这个如果要知道真正的深奥, 一定要个人自己祷告,让圣灵来教导我们。 好,接下来,这C这个字,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下面有一块布,立刻给我看到就是上面的十字架就是救恩, 然后这块布呢,就来遮盖我们上去了。 所以,其实呢,这个C呢,它有可以分成三个部位, 但是这个好像不很配合我们, 但是配合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就N下来, 把我们包了上去。 就是一个盼望,就是一个盼望,就是一个希望。 好,接下来,第六那边是看到很大字架是比我画的更大, 就整个画面都occupied了。 是7点35分,什么7点35分? 7点35分,也就是七八, 七八也就是以色列人的11月7号、8号,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7月28、29号。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剩下七天, 七天就回家了,七天就回家。 好,今天23,我们就讲22了。 22加7就是29了,中方29回家。 好,接下来就是看到一把剪刀, 剪刀这把剪刀真的很漂亮, 我根本不可能画出来, 它的颜色,它的青色真的好像苹果青, 苹果青那个颜色很漂亮, 然后整个都是苹果青的颜色, 连铁的方面也是苹果青的颜色。 因为现在最新款的剪刀就是这一种, 不是说有铁的, 有些是好像高级的那个plastic做的。 好,接下来, 下面呢,它的下面有一点红色, 好像有另外的剪刀, 这个红色的剪刀已经就要过去了, 就要进入了这个青色的剪刀, 青色就是go,就是走了, 而且风格了, 绵羊上去, 桑羊就留下来了。 好,接下来第八那边, 第八是这样, 是看到, 我没有花菜来倒下去, 不要紧, 就是圣灵, 看到圣灵煮好饭了, 煮好菜了, 然后它有一碗的好像果条, 你知道吗? 有一种面条, 比较大的, 就是用米做的, 我们马来西亚叫果条, 就在那个碗里头, 然后它倒, 它的纸质一倒下来, 有看到几块很大块的go, 好像是五六块这样, 但是我这边写五七块, 可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就只能够讲五七块了, 跟go, 如果是讲五块的话, 大概就是讲说, 还剩下五天, 不算最后的两天了, 好, 就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酒, 那接下来是看到一位年轻的姐妹, 或者是年轻的一个小姐, OK, 她就走下来我的方向, 跑过来, 她笑着脸, 当然常常都是笑着脸, 没有哭脸的, 就跑过来拿着, 她的手上呢, 就是她的一, Left, Left就是左边的手, 拿着东西, 上着我这个方向, 她的左手有东西在她的左手, 然后她跑过来, 进到的时候, 她就丢掉她手上的东西, 她就继续像, 好像两只手放上去要飞了, OK, 大家, 你说, Lilia, 怎么是向你的方向要飞呢? 大家要知道, 我自从2009年, 就有这个天道, 是每一天都看到的, 每一天都看到, 我现在好像我闭起眼睛, 我不是好像, 是真的, 闭起眼睛还会看到星天星地哪一段, 那以前的2009年, 就是每一天早上, 天堂的门一定开, 开了是跟我做早安, 早上的时候, 常常都看到天堂的门, 常常, 就是很, 有时候会给我看到这个天路, 天路的外面是光, 一粒一粒的光, 有各种颜色, 有彩虹的颜色, 一光一直在卷, 它卷的时候好像龙卷风, 龙卷风一直在卷的, 好, 讲到这边, 所以, 这个, 怎样讲, 这个女的走上我的方向, 因为我这边有天道, 就是直直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会听到天使, 脚步声, 为什么有时候会听到人家在讲话, 有时候会听到各种各样, 很多很多, 如果大家有注意, 跟着上帝这一天, 每一天的信息走了, 两三年的话, 都会听到很多很多, 听到的上帝, 有人在讲话, 听死, 脚步声, 还有各种各样, 都有, 而且上帝带我出去有好几次了, 有一次带我回去挪, 回去应该是挪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很发达, 那你说莉莉亚已经过去了, 你怎么能够回去以前了, 那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能够回去以前的几千年了, 好, 我相信科学家都有证据, 一个人能够在两个地方, 而且有时候就是time travel, 回去以前了, 有没有time travel很熟悉吧, ok, 好, 接下来是看到这个, 找过来要飞上去了, 然后第十那边是看到主的手, 主的手他戴上手表, 我记得三年了, 已经有三年了, 三年的时候, 三年前, 有好几次看到主耶稣的手, 戴着手表, 然后手表结果看得很清楚, 我忘记那时候看到什么了, 因为我这些布置什么都已经给牧师了, 有看到时间, 有些有看到时间, 但是如果我在有这个资料的话, 看出去不一定就是讲到这个时候回家了, 但是那时候当然不懂了, 因为神给他的数字真的很深奥的, 好, 接下来旁边有没有看到他不回家, 谁不回家提出是不很清楚什么不回家, 然后很像是他不回家, 我就很难去介绍谁不回家, ok, 后来昨天应该是今天, 今天早上嘛, 就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人, 然后突然就圣灵跟我讲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不回家, ok, 所以呢, 有一个人不回家, 为什么, 我如果说, 我相信是那个人, 因为圣灵跟我肯定说是那个人, 那那个人是什么呢? ok, 自己是基督徒, 认为说基督徒一定被提了, 不知道说基督徒呢, 每天的信息, 他觉得他不需要听这个信息, ok, 太早了, 他还是做其他事情比较好吧, 那他呢, 可以讲说, 嗯, 嗯, 有几周礼拜就好, 这种人, 他觉得他一定被提了, 所以神说, 他不回家, 好, 接下来, 第十一那边, 就一个baby的碗, baby的碗呢, 小小的碗, 然后是白色跟蓝色的, 里头有葡萄, 葡萄我算一下, 因为很快嘛, 一下没有了, 我还有他的银子在那边, 我就算了几粒, 差不多也是九粒这样, 那是二十一号看到的, 二十一号那时候, 东方还是二十一号, 就好像有九粒, 八九粒葡萄一样, 如果八九粒可以算是, 差不多是二十八, 二十九好了, 因为算那些, 如果是二十一号, 我这边, 二十一号也算是一天了, 好, 接下来, 有没有看大家看到二十一那边, 也写着二十二, Tuesday七, 还有再过来二, Wingstay三, 是之前看到的一项很大致的, 那我一直在问神怎样, 怎样翻译了, 那二十二加七, 大家都知道是二十九了, 那为什么是Tuesday呢? 不是讲到这个是Tuesday, 就是说二十二号, 到了第七天, 就是星期二, OK, 其实呢是二十一号才是星期二, 对不对? 但是他讲, 意思讲二十二后面就是过后, 二十二后面就是过去, 走了七天就到星期二, 就是二十八号, 好, Wingstay三呢, 就是说, 二十四近二, 一个是二, 一个是星期二, 一个是星期三, OK, 所以他有一个三, 一个三, 然后面一个三也可以代表了, 就是一个是星期二, 一个星期三, 然后了, 好, 接下来大家看, 啊, 上面那边, 十二那边, 十二那边, 看到一个字是看, 看, 叫我们看, 看是九话, 看是九话, 九话也就是永恒, 也是华人的六月九号, 就是, 啊, 我们用的日历七月二十九号, 好, 接下来看到两, 两, 两根, 啊, 彩色笔, 啊, 然后, 他的底端, 看得到有圆圈, 一个圆圈只剩下一棒了, 一棒了, 大概一条是代表东方, 一条代表西方吧, 两个加起来变成十一了, 变成十一, 呃, 就剩下一棒一棒, 应该是对了吧, 六七天, 不要说六七天乘二, 希望不是了, 希望不是六七天乘二, 不是六成二, 还是下十二天, 我希望不是了, 好, 那, 如果这是, 只是写着, 代表十一, 而且代表一个东, 一个西, 那就是我们剩下半个圆圈, 就是剩下六七天, 那时候六七天, 当然, 也可以讲六七天, 好, 好, 接下来一个小碗, 汤的小碗, 然后里头没有看到汤了, 但是里头是看到一个, 一根, 华人用的, 用的很大的汤匙, 这个汤匙是很大, 这个小碗放汤的, 没有东西了, 那个汤汤匙, 是白色汤匙, 圣洁的汤匙, 是很大, 很大的汤匙, 蛮大的, 不是蛮大, 很大, 给我很大, ok,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瓶子,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瓶子, 然后, 油里面, 应该是油倒出来, 倒出来, 带另外一个容器, 倒是没有看到, 没有给我看清楚, 那个容器是怎样的, 好, 就是说, 给我们加多的油, 油就是信心, 给我们更多的信心, 所以每一天看到的一箱, 还是这么多, 就是要加增我们的, 继续加增我们的信心, 好, 接下来, 看到两条线, ok, 是金色的线, 大家, 当然画起来很难, 背后背景是黑色的, 金色的线走过, 然后到后面是一个圆圈, 也是金色的, 下面呢, 是一个1, 然后一条金色的线, 那1呢, 就是118, 我现在知道, 118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最后那边是从18号, 最后一个台阶, 从18号开始, 所以188, 那18是第一个方格, 对不对? 第二方格是19了, 我们走到多少? 18, 19, 20, 21, 22, 23, 现在进入了第六个方格了, 第六方格, 现在还算多少? 算, 第六那边算起了,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就剩下6天了, 剩下6天了, 那东方呢, 东方也可以这样, 6, 7天了, 6, 7天这样, 因为东方要到29号嘛, 好, 呃, 其实也是6, 没有, 现在东方是1, 那边应该是19号, 19, 20, 21, 22, 23, 24, 没有, 现在东方还是23, 那就好像7天了, 好, 接下来是, 看到我, 又在看到我的小孙子, 那小孙子呢, 他这一次, 你还是拿着这个Duster, 就是那个扫地的东西, 扫那个Duster的, 他喜欢清洁, 他就跑过来, 笑着他, 然后他转过去, 他就转过去, 看了我之后, 呃, turn to, ok, 转过去的时候, 他的头转后看我, 转后看我, 就是说, 你看我们要走了, 好, 讲到这个金色的线, 之前有看到金色的线, 然后后面写着899, 899, 899可以代表6月8号9号, 华人的6月8号9号, 就另外一个9, 就代表永恒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黄黎一这样, 一令黄黎一是下来, 他的头下来, 就是天堂下来, 然后另外一边上去了, 所以另外一边没有金色了, 只一个下来, 一个上去了, 天堂下来, 接我们回家, 对不起啊, 那18那边是看到这个始终, 始终呢, 在4点跟5点的单位写着76, 如果导数的话是67, 就是说我们只剩下67天就回家了, 他有这个光很强的光照射着他, 照着他, 所以记得看得一清二楚, 在5点的单位写着6, 然后4点的单位写着7, 就是剩下67天,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给我什么? 4点的单位是7, 对不对? 我们现在说, 我们西方还剩下6天, 那东方还剩下7天, 还剩下7天, 那东方是在4点的单位, 那西方是在5点的单位, 所以相信东方是早凌晨4点, 4点4点多,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大家醒来的时候还在这边不要紧张, 我们还是继续, 不一定要等一阵子, 还是我相信一定是准的了, 就是希望啊, 也就是说等候了, 那接下来东方西方就是5点, 5点那边就是6天, 剩下6天5点, 好, 接下来又看到我的小孙子, 对不起啊, 一直看小孙子啊, 你就是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就好了, ok, 不要说莉莉, 你一直在炫耀你的孙子, 我是没有炫耀真的, 我要大家好像今天给大家看的头发, 因为他的头发, 有一阵子他的头发是前面的龙卷缝, 有一阵子在后面龙卷缝, 有时候在中间龙卷缝, 所以有各种这样的黑色, 他的头发的形, 头发形状, 不一样的, 是上帝在, 这种他的头发是给大家看, 上帝奥妙的一面, 他要我们, 他也要我们漂亮啊, 对不对, ok, 他每个人都漂亮, 而且他也欣赏我们的头发, 因为我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说, 你几根头发, 我都有数过啊, 所以为什么神用我孙子的头发呢? 因为他讲过的话, 就是你几根头发, 我都有数过啊, 所以他对头发特别的注意啊, 还有大家都知道, 主耶稣自己的头发也是啊, 有时候比较长, 有时候比较短一点, 好像他呼吸也有, 也有整理这样啊, 好, 不要说主耶稣的脸是, 没想到你了, 我可不过别人, 我还不过别人, 有时候已经有了, 你几个人了, 你现在可以走, 我就是要带走, 我可以走, 你快走, 你走, 你走,